好,接下来我们回到亚洲的态势 亚洲现在最大的变数 应该是最匪夷所思的状态 就是中共的官方宣布 在联合博去通过的表决 希望在冬奥的举办期间 全世界进入了休战的模式 一起来欢度体育的盛会 当然这个的确是奥林匹克的精神 这个是没有错的 让体育归体育,政治归政治 这个时候我们不要有些辛酬救恨 我们再一起去欣赏这些运动员的利于美 对不对 这个就是在过去的世界大战期间 也是奉行不移的事情 但是问题是 这件事情基本上是不需要通过官方的渠道 甚至在联合国发言然后通过的议案 基本上这个只要在媒体上放个新闻 大概就算是起到了宣示的作用了 为什么需要在联合国去提这个协议 大家来签名呢 当然说这个是休战的协议 要大家来签名来去共襄胜举 也不是每个国家都有去签的 包含什么呢 包含了美日印澳这些20几个国家左右 并没有签署了这个停战的休战协议 这里面是有意思的 你说美国 印度 还有什么澳洲 对不对 这几个国家基本上就是喜欢去动小动作的 那个不是 美国当然是不可能不打仗的 对不对 那你这个是没什么问题的 你没你不签他是说的过去的 但是你这个日本加入了拒签 这有点饶富趣味了 为什么 因为日本目前呢 并没有实际的敌对国家 应该说日本在二战之后 是没有办法拥有正规军队的国家 只能有自卫队 也就是说日本只能拥有自我防卫的保安部队 而不能拥有日本帝国的帝国军 那么他签这个协议 就是很有意思的 当然其他签署的 当然包含土耳其 然后他说我要表示对新疆穆斯林的受到迫害的不满 还有五眼联盟这些国家 比如说加拿大这些央格鲨克逊的中卿会的成员 都具现了这个休战的协议 当然中国最近也传出了一份机密文件 但是那个机密文件老师今天不能讲 为什么 因为我不确定这个机密文件是真的假 当然你不知道真假的时候 我们去评论他 这个是有点不负责任 那么为什么说我们这个休战协议很诡异呢 因为现在是俄罗斯已经成兵的乌克兰 战火是一触即发 中国政治的人马 他们开始做了新旧的要换代的时候 以及中国军方的鹰派 已经难以压制的状况之下 宣布这个休战的协议 老师觉得或许不只是给联合国看看 中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 而是给他们内部的军方 跟他这些鹰派去看的 更可能同时是给俄罗斯打个讯号 就是请他不要在冬奥期间发动收屋之战 不然中国会有点准备来不及 对不对 这个有没有这个可能存在呢 所以中国这次发出了这个休战协议 老师个人他是有很有意味深长的一个协议 对老师来说 好像是怎么样 对外宣布 我要开始自我修整了 有什么事情 我们冬奥之后一并解决的意味存在 当然今天老师看到了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也就是川普 他也是认为是说 中国会在冬奥之后开始进行收复台湾的动作 当然话虽是如此 二月份的中国 他还是很大的地方 是在冰天雪地的时候 因为刚刚过完立春跟雨水这两个节气 华北地区 他的冰雪是还没有化开来的 顶多只有华南地区 在慢慢的升温 这对于物资的调动 还有军队的集结 已经当然是比年底来的好 但是也不是一个非常合适的时间 但是这是中国的一部分 从另外一个层面去想 如果这个时候又进行战争 对俄罗斯来说 就是非常有利的时间 因为最冷的时间已经度过了 二月以后的天气形态 对俄罗斯的坦克部队来说 就简直跟郊外郊游去踏青 没有什么两样 如果这个打算 他是真的有的 那个时候俄罗斯也没有撤军 那么俄罗斯现在在乌克兰边境的冬季演习 那就比较劳富一世的 他等于是再做一个探路的状态 而这一次俄罗斯 他做的冬季演习 还试射了极音术的构石飞弹 但是俄罗斯里面的乌克兰 他对面的乌克兰 他也没有闲着 你既然俄罗斯你在做大型军演 对不对 你还射什么极音术的构石飞弹 那么无论怎么样 我们输人不输政 我绝对不能在这边干等着 所以说我在我边境也进行了军演 射射几颗榴弹炮 来大幅提升一下我们的士气 当然榴弹炮 跟他们的极音术飞弹是不能够比的 但是该做的防御的心态 我们还是要做的 而从这两个方面可以看出来 我们就要明白一件事情 无论中国有什么打算 我们都可以从俄罗斯 还有欧洲 以及北约的相处模式里面 找出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怎么说呢 俄罗斯他跟中国是不一样 欧美联盟加在一起 都必须要去抹黑中国 把中国变成假想敌 哪怕中国这100年以来 都没有侵略他国的历史 那也是必须把中国说成 想要征服宇宙跟世界的恶棍 这是一个假想敌的存在 这个没有问题 这个是OK的 没有问题 为什么外无敌国 外患者 国很亡 一定要的 但是俄罗斯不是 俄罗斯不是假想敌的问题 俄罗斯在普丁的任期里面 就已经出兵过很多次 参与世界上的各个大小 只要有美国的地方 就有俄罗斯的军队出现的地方 而也包含了他收复了克里米亚的战争 而且可以不断的在世界输出了他们的军火 无论是高阶的或是低阶的 这个都是现在的进行事 但即使俄罗斯成兵在乌克兰 炮火都准备好了 但是美国对俄罗斯呢 也只有口头上的说 你不要乱动 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不然想想我们对你的制裁 你应该感到害怕 请你躲回去你的莫斯科 发抖去吧 但是整个北约组织以及欧盟啊 并没有接受乌克兰的建议 让他们能够让乌克兰接纳他进入北约 现在不会未来大概也是不会的 为什么呢 因为整个美国加上了北约 再加上整个欧盟 最多你跟俄罗斯只能打一个平手 而不能够战胜俄罗斯 但第一次这个战争如果真的打起来 俄罗斯他经得起这一伤 问题他们可以经得起吗 他们就是战斗民主可以经得起 没问题 但是美国跟欧盟是伤不起的 当然可能有朋友会觉得是说 一个俄罗斯 怎么让美国这个神之子的国度 会打不赢俄罗斯呢 老师只能说 亲爱的 人家有核动力的导弹 把这个导弹试到天空上去之后 他可以扮永久的飞在地球的表面 他想打谁 突然想到就打谁 你还没有办法预测 你也没有办法防御 而如果飞上去了 只是核动力的导弹 那本身他的核动力里面就有个小反应弩 本身就有一定的攻击力之外 如果他的弹头也不是一般导弹弹头 还是一个核弹头 那么他的毁灭力啊 可以轻易的毁灭像波兰 或是立陶宛这些的国家 当然 这个是一个 这是最后的状况 因为核战啊 就是一个毁灭世界的保证 那反过来看 有人会冒着被灭国的风险 去为了乌克兰的民主自由去牺牲吗 各位你们觉得这个是有意思的事情 从看乌克兰跟俄罗斯的关系 其实就可以看到台海之间的一个缩影 不能说缩影了 就是一个镜子一样 护照表里之间的关系 简单来说啊 你会帮了隔壁村的老太爷 他受到别人的侮辱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冒着我们家自己倾家荡产 妻离子散 全家流落街头的风险 去为了个不认识的老太爷 帮他吹一口气 你怎么可以骂这老太爷呢 对不对 会不会做这件事情 我想当然各位是不会了 至少老师不会 好吗 那如果换成中国收台之战 那么为什么会有人觉得是说 美国会冒着经济跟金融秩序大乱的风险 以及其他国家冒着中国鱼死网破 丢核弹出来一起死的风险 就为了这个直径300公里的小岛上面的民主自由呢 而且人家收台的时间 可能短短三天之内就结束 你觉得他们会为了这个小岛 赌上他们自己的国家经济 来跟中国断交30年吗 无论如何 就算断交了 中国后面还有东协 还有非洲 当成他的经济的备案 但是欧美只有欧美 这那么简单 这个仗一算 真的划得来吗 如果真的划得来 那么欧盟应该会先开放边际 让叙利亚 土耳其 巴洋斯跟阿富汗的难民 进入了欧盟 不多了几十万而已 对不对 美国应该让边际那些数十万的来自墨西哥 跟其他拉丁美洲的这些非法移民 还包含了上百万的儿童 立刻进入美国 当成美国的公民 这才对 因为他们玩得起 那么如果他们门口的难民 都没有办法去照顾 那么是怎么样去照顾 数千公里以外的台湾 跟摇在天边的乌克兰呢 而欧美现在谈的是 所谓新疆的人权问题 有时候也是觉得很奇怪 他们是不是有掩饰呢 他们门口的难民被殴打 被驱离 只能不断的饿死跟冻死 在他们国境以外的荒山野岭跟海面上 然后他们关心的是 不知道到底存不存在的新疆集中营 就算新疆有集中营 好不好 我们就假定他是有集中营的 人家也是住在集中营里面 人家是有房子有床可以去住的 但是在西班牙 在希腊外海上的难民呢 他们卷曲在那边 哀寒受动的时候 他们的人权呢 世界上就是这么有趣 屠杀者永远在台面上 宣讲了世界的美好 所以我们讲看看 刚才讲那么多的天下的局势 我们不用太认真的去分 谁对谁错 是与非 谁是正义 谁是罪恶 为什么 因为价值观 是会随着时代 还有我们的自我利益 而产生的改变 我们必须一直不断的专注事情的本质 才能够推敲出来 这个世界的脉络 各位 您说